一人贺一航因为大肠癌病逝 享受64岁 今天早上他举行告别式 举行这个追思 家属为了符合贺一航之前 生前希望 给大家都很欢乐的心愿 选用三张作秀时的照片 他以贺一航人生最后 也是首场个人演唱会等等来筹办 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来看到 贺一航的儿子曾志豪 唱着爸爸的成名曲 唱到是气不成声 演唱爸爸生前经典名曲 贺一航儿子曾志豪 创到一半就累不 爸 你的甘儿子甘儿子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生来死妈妈的为我无听 贺一航老婆朱迪 同样在台下哭的生死历劫 无法相信老公就这样离开 一人贺一航因为大肠癌病逝 享受64岁 周六举办告别式 因为贺一航生前没有办过演唱会 而是曾志豪和干儿子女儿们 决定以演唱会的模式来缅怀爸爸 当作贺一航人生最后 也是首场个人演唱会 欢迎在岩圈拥有好人缘 白冰冰当告别式主持人 而胡瓜 于天一家人 黄西田 沈文成等多年好友 都特地来送他最后一程 我跟他的交情是不一样的 他以前也曾经住在我家里一阵子 我最难忘的就是 他经常每次叫我干爹的时候 他叫我干爹干爹 我就知道他要钱 我就把皮夹说 你都拿走吧 拿一千块给我就好了 开刀 那开刀的时候 因为我们从小就喜欢搞笑 所以他那个时候伤口很痛 我就一直讲笑话给他听 所以他很怕我去看他 我如果到上京总领愿意看他 他就更痛 因为他伤口 从头一直笑到尾就很痛 虽然许多亲友都哭到眼睛红肿 但是告别式现场 摆放的三张黑行大照片 都相当的欢乐 家属希望符合他生前追求 带给大家欢乐的心愿 因此希望告别式现场 不要太过悲伤 众人也在大和唱下 祝福黑行一路好走 明选成名中博华 姚家体SM小组台北报道